疫情停办的南投清津农场长街夜 今年终于恢复举备 让居民非常开心 清津街上摆出了长桌 桌上放满了颠面美食 除了充满在地特色 也承载居民迎接即将到来 火把节的期待 一席红色长桌贯穿整条街道 应用眼帘的是一道道佳肴 民众吃得津津有味 不只是属于大人的饗宴 小孩更是吃得开心 女童手上拿着的是 充满云南味的传统料理 南投清津农场每年都举办火把节 以长街宴作为暖身 2021年因为疫情搅居 取消了充满颠面美食的长街宴 如今终于恢复举办 那长桌宴最主要是以哈尼族为主 那我们今年火把节 也是以哈尼族为主 长街宴已经在我们这边 已经办了14年 14年来讲的话 这个让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悠久的活动 南投清津农场聚集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 族群多达十几种 他们利用云南哈尼族习俗中象征丰收的长街宴 将自身传统美食传递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